謝謝羅老師 各位在座的老師們 還有各位同學 大家新年好 在新的一年的開始 要讓大家來看我這樣的一個舊人 實在是感到很不好意思 特別是今天 我本來把我的投影片 把我的簡報 用iPad製作好了 但是事先我跟學校聯絡不足 所以說現場的設備 沒有辦法讓我的iPad的投影片 能夠把它秀出來 所以剛才我們跟羅老師商量的結果 只好以這個素人的方式 來直接的向各位同學做一個報告 做一個交流 首先在新的一年裡面 我要先給大家一個當頭棒喝 什麼叫當頭棒喝呢 大家要想想看 各位在座的有沒有可能被22KK到呢 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從很多的媒體 很多的報章雜誌 很多的電視的一些的談話性節目 幾乎呢 經常能聽到 現在的職場上面 大學畢業生 只有22K的起薪 甚至於連22K都不到 這樣的現象 每一個談話性節目裡面的名嘴們 一些的報章雜誌的 一些的說明 各有各的理由 有很多說這要怪罪這個政府 有的說要怪罪大企業 這些大企業賺了錢 吃人不圖骨頭 有的要怪罪馬英九無能 當然都有理由 但是各位更關心的是 馬上畢業了 在你們進入職場的時候 會不會被22K給K到 還有就是會K多久呢 這個新年我實在不願意說太悲觀的話 事實上各位知道 決定薪資的是什麼 我想在台灣最希望說 我們打破這個22K迷失的 應該是馬英九 所以他上台以後 他給公務人員加薪 希望說給公務人員加薪 能夠帶動民間企業的加薪 他也找了很多大企業家 去做道德勸說 希望說他們能夠共同配合來加薪 但是好像效果並不怎麼好 那麼為什麼政府 為什麼馬英九這麼無能 不能下一道命令說 你們通通給我加薪呢 因為我們是一個自由經濟體制的國家 今天在這個全世界 除了北韓以外 連中國大陸都不可能的 除了北韓以外 那幾個國家的政府 能夠要求說企業加多少薪的 所有的薪資都是由市場機制來決定 而這個市場機制 不是說今天你台灣這個市場機制 現在是一個什麼 全球化的時代 換言之就是說 決定我們薪資的 決定我們在台灣的年輕一代的薪資的 不只是台灣的市場 而是一個全球化的市場 特別是當我們周邊的國家或地區 他們的薪資結構 會深深的影響到我們 換言之就說 今天中國結起 中國大陸有很多優秀年輕的一代 非常努力讀書 非常努力求知 非常用心要去找工作 但是他們所要求的薪資 一般來講 還是低於我們台灣 除了大陸以外 還有一個國家就是印度 印度有13億人 人口僅次於大陸 各位知不知道 印度現在的工程師 現在美國矽谷的工程師 越來越多了 因為印度有一個很有名的理工學院 叫做印度理工學院 這個印度理工學院呢 它每年只遭受8000人 但是全印度最頂尖的學生 每年有48萬人 去擠這個8000人的窄門 印度的學生 遠比我們在座的更加辛苦 因為他們的競爭壓力非常大 他們跟我們一樣 從小就要補習 而且呢 這個印度人讀書 我們以前要背九九懲罰表 那印度所背的 不只九九懲罰表 我是在印度出生的 我的父親 是在國民政府時代 跟隨第一任駐印度大使 叫做羅加倫先生 到印度去 1949年以後 他留在印度 所以呢 我後來我就在那邊出生 我在印度 一直讀到小學五年級 中印戰爭以後 因為印度打敗了 很沒有面子 所以他拿華人來出氣 所以在那種狀況之下 我們才搬到台灣來 不過我也很慶幸 還好到台灣來了 雖然我那個年代 有所謂的惡捕的存在 但是比起後來的印度 那還真是小巫見大巫 他們學生壓力非常大 現在印度的學生 每年有五千多個人自殺的 根本想像不到 這些的學生畢業以後 只要有大概差不多我們台幣 一萬多塊錢的薪資 他們就覺得相當不錯了 那如果好的公司 拿到台幣三萬多塊錢 那就這在印度來講 就是很高的收入 所以這些畢業生 除了這個印度理工學院的畢業生以外 還有印度其他的一些學校的 很厲害的畢業生 在我們的資訊業裡面 默默地搶走了我們很多的工作 以前中國被稱為世界的工廠 印度人很驕傲 他們說中國是世界工廠 而我們印度是世界的辦公室 為什麼呢 因為有很多美國的公司 這些工作外包到印度去 所以他們說他們是世界的辦公室 特別是在資訊業方面 從那十幾十年前開始 我們也從印度陸續的聘請了一些的 資訊業的工程師到台灣來 所以現在在竹科也好 中科也好 南科也好 都有越來越多的印度工程師 印度的軟體工程師 幾年前有一本書 叫做《世界是平的》 在這本書裡面 他就告訴我們說 當我們這些比較先進的國家 大家都還在睡覺的時候 這些發展中國家的興起的一代 已經不但偷走了我們的工作 而且慢慢的偷走了我們的市場 說偷那是一個酸葡萄的講法 這個世界 世界全球化的結果 就是一個全球性的競爭 所以說我們能期待說 會有改善22K的現象嗎 坦白講 我認為未來是悲觀的 但是有的時候 換個角度來看危機 有的時候也不是什麼很壞的事情 現在正因為全球化的結果 特別是在這個網路的世界裡面 全球在連線 我們在座的很多是職工系的同學 很多在這方面都是高手 透過了網路的連線 透過這個全球化的這樣的一個趨勢 但是我們非常有機會 從台灣賺全世界的錢 我去年 前年生日的時候 我女兒送了一個iPad給我 就今天我帶來的那個 她希望我不要老人遲胎 所以送了一個iPad給我 所以從此呢 我就進入了 這個 蘋果的這個領域 我從那裡面我發現說 哇 這個世界真是 真是變化太大了 我以前要到圖書館裡去 找的資料 現在只要打幾個字 資料通通 呈現在我們眼前 過去 我是研究中國大陸問題 這個 研究中國大陸問題 最有名的 在美國有兩個大學 一個是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 哥倫比亞大學有一個東亞圖書館 這個東亞圖書館呢 常有這個蘇聯第三國記 還有中共很多原始的檔案 不但是這個樣子 而且這個東亞圖書館呢 他把清朝末年 我們中國當時民間也好 官方也好 所有的出版刊物 他都收集了 所以有很多在中國找不到的資料 在東亞圖書館都找得到 哎呀那時候好仰慕 所以我後來在紐約念書的時候 我去了好多趟東亞圖書館 真是泰山養子 但是呢 現在這個圖書館裡面 所有的資料都已經數位化了 只要小小一片信卡 就可以把這個圖書館裡所有的資料 都包含在這裡面 換言之就是說 由於網路的這種發展 使得我們可以有更大的面向 去尋求這個世界的很多商機 而且網路本身更充滿了商機 所以要怎麼樣才能打破22K的迷咒 然後 各位同學 唯一最好的方法 就是自己當老闆 自己創業 尤其各位 對於資訊 對於網路都非常熟悉 在這裡面 充滿了商機 而且有很多未開發的商機 我前段時間 在網路的這個iTunes 去download一些的 去買一些的歌曲 我很喜歡Celine Young的歌 大概在十幾年前 我在紐約的那個 這個這個 紐約的那個 洛克菲勒中心 我曾經聽過Celine Young的 現場的這個表演 說實在真是令人震撼 他的歌曲 他的表演 我對他非常的著迷 是他的fans 所以我就在網路上去找他的歌 我發現說 哎呀太好了 你上網去 他每一個專輯都有 一首歌 三十塊錢 好便宜啊 我們從另外一角度看 如果各位 是Celine Young的話 不要說Celine Young好了 各位做一個 像台灣的有名的歌星 由於你的歌曲 你所唱的 或你的作品 能夠透過網路 在這個中文世界裡面流傳 多少人呢 有十幾億的人 會買你的東西 換之就是說 這個市場 突然之間擴大了很多 所以 如果哪一天 你能夠 遷入這個市場的話 不但能夠 打破22K 甚至於說 所有華人市場 甚至於全球的市場 都為你敞開大門 所以換個角度說 這並不是什麼壞的事情 只是你要不要做一個winner 而不要兩手一攤 罵政府 罵 罵國家 罵這些老頭 你們不照顧我們 那這樣的話 我保證各位 將來 絕對沒辦法突破這22K的迷藏 今天 這個 為什麼在新年的開始 羅老師要請我來這邊 跟各位做一個報告呢 因為呢 我跟各位一樣 我也曾經年輕過 我年輕的時候 也有一些的夢想 我的夢想呢 現在講起來 非常不切實際 那叫做 習得文武義 授予帝王家 這是中國啊 過去的知識分子 很傳統的一種想法 就是說我好好讀書 我習武 學文習武 將來 我在這個國家 在這個社會裡面 就會有發展 就會有地位 所謂的書中自有黃金屋 書中自有言如玉 把書讀好了 一步一步的 就可以往上前進 在這樣的一個 傳統的想法裡面 這個 再加上我個人的一些的 家庭的變故 因為我父親過世很早 所以呢 這個 我後來 我後來 高中沒有畢業 正好 那時候退出聯合國 我就去考海軍陸戰隊學校 後來呢 從海軍陸戰隊學校 去讀政戰學校 再去讀山津大學 後來又到美國的 心理作戰學校 去深造 這是我在 這個軍事的學歷方面 那個文學歷方面呢 我在美國紐約的 St. John's 聖約翰大學 讀國際關係 還有在 長島大學 讀物流管理 換言之就說 文的也好 武的也好 我都很努力的去學習 學習的目的是為什麼 就是想說 要能夠在這個社會 在這個國家 能夠出人頭地 我學了這些以後 我相對的來講 我在工作上面 我在上位的時候 二十幾歲 我就到了國防部工作 而且在國防部的遠鵬軍官班 就是專門訓練外國軍官的 教他們心理作戰 後來我又奉派到 薩爾瓦多 當軍事顧問 這個協助他們做 對抗共黨遊擊隊的 這種心理作戰 最後呢 我在國防部 以中校新戰官的 這個 這個階級 那個時候 黨政還不分 因為大陸政策要開放了 所以那個時候 國民黨的秘書長 叫馬樹黎 馬樹黎先生呢 因為在美國認識我 我在紐約也工作過一段時間 結果他就把我從國防部 調到國民黨的大陸工作會 那個時候 國民黨大陸工作會 事實上做的 就是跟現在情報級一樣 大陸的工作 所以就開始做大陸方面的 一些的大陸政策方面的工作 後來我在國民黨裡面 這個 當了中央委員會的機要秘書 就當了宋楚瑜先生的秘書 所以後來 因緣際會 宋先生的很多的文稿 包括說 李登輝李前總統的一些的文稿 都是由我在操刀 這個 也因為這些機緣 所以後來我又從政 我當選過國民大會代表 我當選過兩任的國民大會代表 後來我太太也當選了新北市的議員 所以在政治方面 也踏出去了 但是呢 這個 一切的夢想 都認為說快要實現了 但是 美夢也有歲的時候 因為 我年輕時候 我從來沒想到說 有一天 國民黨的政權會垮台 然後 我追隨宋楚瑜先生的時候 我也沒想到說 他最後他會跟陳秋扁去彈劾 所以後來 我覺得很失望 我就離開了政治 離開了 我原有的那個夢想 當時我非常沮喪 因為我快五十歲了 所有人生的前半段 都是為了從政在做準備 都是為了授予帝王家 希望說 能夠為這個國家 為這個政府 能夠 效力 然後在這個裡面 得到一定的地位 最後 在人生走到一半的時候 這個夢碎了 我非常沮喪 沒有目標了 我幾乎得了憂鬱症 結果呢 在那個時候 我弟弟 他點醒了我 他說哥哥 以你這樣子 這麼努力 然後讀了這麼多書 腦袋也不差 你為什麼非要走這個路呢 你為什麼不自己當老闆 自己創業 你幹嘛為人作駕 結果落了一場空 我聽他這樣講 我說對啊 幹嘛我要繼續再為人作駕呢 既然 此處不留言 自有留言處 出處不留言 我們就自己 立在為王 對不對 自己創業好了 但是這個年齡 我要創什麼業 我以前學的 不是殺人放火 就是這個 這個這個 就是什麼 吹牛騙人 對不對 宣傳不就吹牛騙人一樣嗎 軍事不就殺人放火嗎 這個東西 在這社會上能做什麼 所以 我那時候想 我要做什麼 但是我想 第一個 我 喜歡做什麼 第二個 我能做什麼 喜歡做什麼 是我的本能 因為我覺得說 我們要做 要創業 要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如果你做一個你不喜歡的事情 沒有興趣的事情 一點意思沒有 但我以前呢 我很喜歡吃 尤其過去 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在紐約工作 紐約是世界之都 全世界有名的餐廳 各國的美食 在紐約都有 而且都非常好 後來呢 我因為工作關係 歐洲 中南美 日本都跑遍了 也吃了很多 很有名的這些餐廳跟料理 我覺得說 我來做吃的 應該是蠻有趣的事情 但是要做什麼吃的呢 我已經快五十歲了 我不能跟一二十歲 就開始學徒 開始當廚師 跟這些人去比 換句就是說 我在發展策略上 一定要跟他們做區隔 我們要知道自己的短處在哪裡 年齡體力都不如人 對不對 那你要做什麼呢 所以我想說 我要做 人家比較少做 甚至於沒有做的 我因為在印度出生的關係 所以我想說 咦 合不來做印度的東西 坦白講 我們以前在印度住的時候 因為我們住的是國際的社區 因為我附近是外交官的關係 我們的社區裡面 都是英國人 澳洲 美國人 這些 家裡的用人 很多 因為印度的員工很便宜 家裡的用人 多到我不好意思跟各位講 為什麼家裡用量這麼多呢 不是我家裡特別大 而是印度的這個總性 是很特別的 你家裡請的管家 你叫他去煮飯 他不接受的 他煮飯的階級是低的 所以你要請一個煮飯 那你煮飯的 像我們在這煮飯 你順便掃掃地嘛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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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地的階級 比煮飯的低 所以你要特別再去請個掃地的 那掃地的掃完以後 廁所順便清一下 開玩笑 清廁所是建民中的建民做的 他不敢 所以你還要請專門清廁所的人 來清廁所 所以光這樣子 你家裡就要請好幾個了 所以 煮飯也輪不到我 吃什麼 說實在我從來沒有搞過 但我就想說 這個 我看印度餐廳 他們那些做法 很慢 每個香料啊 一樣一樣的弄 人家說咖哩是印度的 很抱歉 在印度沒有咖哩這個東西 在印度只有所謂的Masala Masala是什麼 就是綜合香料的意思 他們用的這些香料 每一個人用的 每一家用的 隨性所致 沒有一定的 所謂的咖哩 所謂的咖哩 是後來 英國人 才把這些叫做咖哩 印度的廚師的做法 跟日本的咖哩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看了以後 我覺得說 我應該要把印度的香料 用西餐的Grabby的方式 Grabby就是那種做醬的方式 把它做出咖哩醬來 然後做了咖哩醬以後 我用這個咖哩醬做基礎 加上雞肉 就可以成為雞肉咖哩 加上牛肉可以成為牛肉咖哩 加上羊肉成為羊肉咖哩 加上蔬菜可以成為蔬菜咖哩 加上海鮮就變成海鮮咖哩 當然 為了讓每樣咖哩的味道不一樣 所以說這個豬肉牛肉羊肉 要另外用其他的香料 去先做過這個烹調 然後再把它們結合起來 應該是很OK的 我就這樣的一個概念 想說我可以來做這個 剛開始的時候 我特別從印度的孟買 孟買是印度南部 滿大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城市 類似我們的高雄一樣 它是一個商業的這個城市 我說孟買請了一個 這個相當不錯的廚師 一個月三千美金請他 剛開始的時候 結果他來了沒有幾天 他發現說我是很外行 因為我什麼都不懂 印度人很聰明 但是台灣話有句話說 叫什麼 就很刁鑽的意思 很刁鑽 他看到我外行 就處處刁我 然後提了一大堆的 一下要買這個一下買那個 一下要買那個 我們可以快一點 我們可以快一點 好 已經出來了 這個 這個 後來 落兩個禮拜以後 我發現說 這樣搞下去 我沒辦法接受 特別是他們的衛生習慣 所以後來兩個禮拜後 他要挟我 所以他要回去了 我一想說 與其這樣子 那就跟他再見 所以他回去以後 我就關門 關門了兩個禮拜 然後我自己研究 要怎麼樣子來做出 適合我們口味的咖哩 我在自己家的廚房 研究了兩個禮拜 我研究出來 我就開始 我又開始 這個 這個開始 就自己 自己上陣 剛開始的時候 最大的障礙在哪裡 在自己跟家人 特別是我太太 他說 你好歹 也是個國大代表 又是 親民黨的 組織部的副主任 還是高雄市黨部的主委 你自己到廚房去 搞得這樣子 渾身有秘密的 像什麼 這對我非常的不諒解 但是我認為說 既然要做這個事情 我們要撩下去 你不能指望說 靠你請來的廚師 靠你請來的人 自己要深入到狀況裡邊 所以呢 這個我還是 自己親密親為的去做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我就發現說 這個 我已經可以把我的概念 把它具體化了 所以我就建立了 一個小型的 所謂的中央廚房 在我自己家裡面 然後我把一些東西做好的 我在我的餐廳 請的是一個廚柱 我教他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就這樣子 我第一家店在永康街開了 開了不久以後遇到SARS SARS來的時候大家都關門 很多餐廳做不下去了 其中有一家 是齊勤開的 叫齊勒 在多化南路那邊 它也做不下來 結果那個店 我用很便宜的價格 把它租下來 我在那邊租下來以後 我開了一個很有特色的 一個印度風 一個餐廳 因為很有特色 所以每家媒體都來採訪 而且SARS的時候 大家聽說吃咖哩的國家 都沒有SARS的病例 所以那時候咖哩非常流行 我的生意非常好 那在那邊 因為媒體的報導 101也來找我 所以我就進到了101 對很多做餐飲界的來講 要進入101是非常困難的 而我運氣不錯 很早的就進去了 進到101以後 全國的百貨公司 星光 以前的麗壩 遠東 通通找我 我那時候心想說太好了 這是一個大展宏圖的好機會 所以呢 我也沒有經過詳細的了解跟評估 我就一頭摘進去 一下子攢了很多電 這個 很多人都講自己成功的例子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我這一段 很悲慘的例子 因為一頭摘進去結果攢了很多電 我發現說 人很難找 這麼多失業的人 但是在餐飲業你要找人很難 好不容易找到可以用的人 做不多久 他又不做了 所以每天都為了 人到齊了沒有再傷腦筋 什麼我們這個器官 所謂的什麼員工訓練 什麼員工福利 什麼人性化管理 坦白講都不管用 大家都有一種服務業 特別是餐飲業 我們年輕一代的 有很多人 不以為然 所以在這種方向之下 這個 而且我也沒有想到說 百貨公司按照你的收入在抽 百分之二十五 再加上其他的管理費 順收 幾乎要抽到百分之三十五以上 如果你不在食材上面 在管銷成本方面 這個用力的去控制成本的話 那就是 結果就是虧錢 結果我跟各位講 我虧慘了 我虧了兩棟房子 前面賺的都虧了 還虧了兩棟房子 但是百貨公司綁約的 一個月簽下去兩年 你因為頭皮有得虧 經過這一段 這個很慘痛的經驗教訓以後 所以我深深體會到 我們創業除了往前衝以外 也要注意成本的問題 要把成本控制好 否則的話 你越努力虧得越多 這不是一個經營企業的方法 所以我後來約到了 我陸續退出 我在外面開店 這個 在外面開店以後 慢慢的元氣恢復 這個而且呢 我女兒 年齡跟二差不多 今年二十一歲 因為這個 從國中開始 她就在店裡面打工 那她的 對她的學習 讀書的這個 學習成就 不怎麼樣 但是呢 她在店裡打工她有心得 所以後來她就進了開屏餐飲 但在開屏餐飲 讀了一年以後 她就休學跟我去開店 後來又回去 又讀了一年 她自己要開店 所以她後來從十八歲開始開店 已經陸續開了三家店 這個 她自己也覺得很有成就感 而且這個收入也相當的不錯 而且她的收入我從來不碰她的 都她自己收起來 我有跟她講 我說你好好的把這些收入留下來 年齡是你最大的資本 你現在二十一歲 你三十歲 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忠誠的目標 九年的時間 你可以累積多少錢 這些資本 和經驗 在你三十歲的時候 你可以再做其他的考慮 這個 還好 我做了 創了這樣的一個業 讓我的 這個 不太讀書的女兒 也能夠有她的一席之地 至少她的自信心 這個 沒有受到 因為學習成績不好的 這種傷害 換言之就是說 以各位的 這個優秀 以各位的智能 以各位的能力 一定比我女兒強 如果說 各位能夠放下 所謂士大夫的身段 能夠突破這種心理的障礙 從一些 基礎的 這些地方去著手 其實有太多機會 有太多的商機 大家都可以去創業 而且 不是說每個人都要創業 但是 各位要知道 不管你今天 你是被哪一個公司害了 這個公司配你多少錢 你都要有一個危機感 就像我年輕時候一樣 我認為 國民黨鐵桶的江山 怎麼會垮呢 沒想到它真的就垮了 換言之就說 一般的公司 哪怕你公司再大 現在 在全球化的壓力之下 公司之間的 合併 公司之間的消長 真的 訊息萬變 你為這個公司 努力工作多少年 創造多少成績 一旦你的公司被合併以後 來併你公司的 那些 那些幹部 他不記得你是誰 就好像你打仗打敗了一樣 被俘虏了一樣 所以說 各位要有準備 有朝一日 也許你要被迫創業 所以說你要隨時 要有這種哪天你可能要創業的 這種心理準備 那要準備什麼東西呢 我覺得有四本 第一個 本能 你要知道 你的本能是什麼 你喜歡什麼 你最擅長什麼 你的本能 第二個 本事 本事是本能加上學習以後 你的know how 有哪些 第三個 本錢 創業 不管你在哪裡創業 哪怕是網路創業 都需要本錢 所以說 要準備 要為自己的創業做好一些 要準備一些本錢 各位想說 那創業基因從哪裡來 上網去看 把創業 你給創業貸款 不要找民間的 找政府的 有很多創業貸款 它只怕你沒有proposal 它只怕你不去貸 當然 也要有相當的保證 但是 我們年輕創業 要籌資金 比以前 容易得多 最後一個 本尊 就是 創業開始的時候 你不要期待說 哎呀 這個 你可以遙控啊 或你一邊在哪裡上班啊 另外一邊去做什麼做什麼 這樣子 能夠怎麼樣成功 當然有例外 不過一般來講 真正要創業 一定要本尊 你自己 充分投入 充分的投入 你才能夠了解 你才能夠 從頭開始 掌握到 創業的每一個步驟 你才能夠有效的 控制你的成本 你才能夠把開發的市場 掌握在你手上 你才能夠 讓你的所有的經驗 不斷的累積 最後我要跟各位講 資訊業 是一個很好的行業 但是呢 就硬體方面 資訊業也是一個 不斷在更新淘汰的行業 我們的手機 這個 我的這個 iPhone 4s 為了紀念賈博斯 我好高興 買了來 結果用了沒多久 新的iPhone又出來了 我的iPad 2 用了沒多久 新的iPad出來 聽說 iPad 3也在路上了 換言之就說 資訊科技 產品壽命很短 我告訴各位 任何產品壽命 短的 這個行業 職場壽命 相對也短 所以將來各位畢業以後 如果你有幸 進入這個資訊行業的話 更要有心理準備 你的職場壽命 不會太長 我跟各位掛保證 以現在的狀況來講 從你畢業那天開始 你所有所學的know how 就已經在折舊了 就已經在折舊了 所以等到你說 你40歲 沒有任何一個公司會再要你 到那個時候 如果你沒有自我創業的準備 可能未來你的人生 會非常的黑暗 那麼為什麼我選擇做這個餐飲呢 因為第一個 餐飲業 它是一個這個 所謂的需要彈性 比較小的行業 景氣好景氣不好都要吃 第二個 它的姿勢可以累積的 它的產品 好吃的北京烤鴨 100年以後還是好吃 還是有很多人要吃 所以餐飲業 可以做這個世代的繼承 可以做比較長久的一個發展 餐飲業的經驗可以不斷的累積 比較沒有折舊的問題 當然它有流行趨勢 但是呢 不管你做任何行業 我們都要知道 進步是無止境的 競爭是看不到的 你今天不管做任何行業 說不定哪天 就有競爭者 悄然出現 會讓你措手不及 所以我們唯有不斷的創新 不斷的精進 才能使你所創的業 能夠繼續的永續經營下去 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 這個雖然最後把這個連上 但是呢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再報告到這裡 很抱歉 非常陽春的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但是呢 我所有的這些資料 都會按照 顧校的一些規定 PO到網路上 各位如果覺得說 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你們學校的網路 去看 有比較更具體一點的 這個內容 如果各位有什麼需要 這個要跟我聯絡的話 羅老師也有我的電話 我也很樂意說 把我的一些經驗 特別是失敗的經驗 來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這個今天非常高興 在新年的開始 有這個機會跟各位結緣 也希望各位在未來的人生 能夠非常的順利 非常的成功 謝謝各位 謝謝